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市场上竞争压力也非常的大 有很多很多那种什么直播主播 什么跟我们抢生意 为了不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我在双11期间 也接了电商爸爸的直播带货的工作 那么10号那天 正好是双11的前一天 真的是最忙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空做视频给大家 然后那天之后 我一打开微博 一打开B站 就是看到小伙伴催我说 你有的视频好了没有 你有的歌超好听 你什么时候出 我都不敢先看 所以我就一直拖到了今天 都还没有看过 保留着这一个第一遍的 这个初印象 初reaction 留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我相信大家早就已经看过了 但还是希望大家保留着 就像当时第一次看的那样的心情 我再来看一遍吧 我都是在看完NV之后 才跟大家来看他们的首日成绩 毕竟这都过去五天了 我就先给大家来看看 他们这次的首日成绩 其实我在做事先功课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B站的一些 统计博主什么的 就会用什么下滑 然后什么退步 这种词语来形容 他们这次的回归什么 所以我大概稍微心里有点数 但是我看了一下 因缘这一块 空降成绩是跟上次一样 都是11位 然后首日日榜的排名 是比上次退了一点点 然后首日收听人数 也变少了一点点 但是因缘这一块 我觉得虽然是退步了一丢丢 但是在一个上下浮动的 一个可控范围内 主要是销量这一块 这次确实是 这次的首日销量是25000多张 然后今天是13号 发行了五天以后 我看到今天 在网上是突破了4万张 但其实他们上一次回归 首日的成绩就已经突破4万张了 难道是因为这次是正规专 会嫌贵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都贡献了一张爱 在这次正规专 然后流管这一块的话 也是保持着之前 一贯的势头这样子 没有说很明显的 大幅度的进步什么这样子 我是觉得说 虽然有些数据上 是有些退步 但是也不要说一味的唱出来 毕竟还是超不及的女团 技术还是在那里的 而且这一次 我虽然没有看V 但是我从各位网友的口中来说 这一次回归 是个质量非常高的歌曲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观望一下日后的这个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 曼蓝商对一张专辑概念的一个介绍 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好奇 这次的专辑概念 是因为这次也是女友 他们公司合并到大黑旗下以后 发表的第一套系列专的最终章 所以这次的专辑概念 可以完整的把整套系列专的概念 连下来 直到再说一个什么 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挺有趣的 第一张专辑十字路口那张 是说成员们站在选择的路口 不知道该选择什么路线什么的 反正上一张 就是我们开头回顾过的 Apple那首歌的那张专辑 是讲的是 在为了选择正确的这条道路的时候 听到了诱惑的声音 还有动摇的声音 就是被那个女妖SILENCE所诱惑了 所以就是当时是一个动摇的状态 然后这一次专辑当中 是讲的是 经历过之前的种种之后 决定不再被动摇了 自己心中想要的是什么 已经决定好了 所以就知道自己 接下来要走什么样的路 所以开启了他们的这个庆典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个人的一个 粗钱的解读的话 这条系列专是一个转型的之路 就是一开始 不知道该不该转型 或者说不知道该转型成什么样子 一个十字路口 那上一张Apple那张专辑 就是说他们是被诱惑了 所以才走了 Apple那首歌里那样的路线 但是这个路线是被诱惑才诞生的 这个路线是错误的 那这一次专辑当中就是说 他们不再被诱惑了 他们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子了 这次Marco这首歌里那种路线 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所以是什么意思 官方打脸之前 Apple那首歌里的女妖形态 是说那次是一个错误的分支形态 不知道是不是我解读有问题 但是字面上来看就是这个意思 这首主打歌讲述的是 不被他人的视线所左右 只把自己的意志作为方向 坦率的对欲望 将走自己路的人 用摩登魔女这个词语来形容 宣布我们自己就是摩登魔女了 然后华丽而闪耀的 魔女们的派对和庆典就开始了 那这次的歌曲呢 是Disco类型的舞曲 具有中毒性的反复副歌 就是特点 将20世纪80年代的音乐 诠释为2020年属于女友独特的风格 完成了女友派Disco舞曲 然后我们这个大黑的制作人方石鹤 还有这个Friends 还有我们的银河参与作曲 宇宙银河研制参与了作词 我发现之前大黑的那个防弹 Dynamite 还有上一次Tomorrow by Together的这个回归曲 也是什么大黑式的新式Disco 这次又给女友打造什么女友牌Disco 这个方石鹤是跟我们Disco给杠上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去干逼吧 封面的到白领造型 腿对像不像那种来舞厅抓自己班上学生的班主任 哦 眉毛是不是太淡了 不过这样一看整体还挺辣 不过这种Disco舞曲啊 一出来就让人忍不住要摇起来了 不过这种Disco舞曲啊 一出来就让人忍不住要摇起来了 它一出来就让人忍不住要摇起来了 那种主任的 小生日猎 是她踏出了 把手的笑容 好 似乎 这种主任的 是 我 看起来越来越能驾驭了感觉 哇 副歌挺不错啊 这个广角镜头拍出来大家都好可爱哦 哇 哇 太辣了吧 哇 维加斯钢管舞女郎 哇 宇宙可以啊 诶 诶 转发银河 噢 野青葵 噢 天呐 宇宙还是 噢 厉害 真的会钢管舞 太野了 太野了 而且副歌这段刚才那几个剪辑 我觉得也挺挺浅气愤的 这个MV里面又野又可爱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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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宇宙已经很大 这个MV里面 宇宙太亮眼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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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得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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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唱的小伙伴给我按例的时候说的一样 是一首好听的阳间女团曲 但肯定也是因为他们这次的歌曲的风格 是那种复古disco什么的 就是这种曲子里面也没有加说一些 现代的很多什么东西什么 就是比较纯粹的那种 disco舞曲什么的啊 然后就是这种编曲反正也会让人心情很轻松 听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啊心情很秋啊 有点飞起来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整个旋律感情流畅 反正就是听的过程当中就是开心啊 那如果开头我对于专辑概念这个解读正确的话 就如果我是正确的话 那这次这个风格 他们不是说最终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什么吗 这次风格真的确实比上次apple的风格要适合他们多了啊 就是有点怎么讲性感俏皮 反正那种亲属女中又带着一些少女的俏皮 这样子的感觉 那如果抛开专辑的概念不说 我觉得这次歌如果出在apple之前 再连到apple是不是大众的接收度会多一些啊 但是如果要配合专辑概念来使用的话啊 玩概念这套的话 连起来到确实这样的一个概念顺序下来也蛮有趣的 不知道你怎么认为 如果怎么说呢 虽然这次回归在一些数据上可能是有些退步 但是各位女友的粉丝呢也是不用灰心了 怎么讲呢 因为开头的专辑介绍里面 我有一个地方没有念出来 就是方式会说这次回系列结束了以后呢 将会把女友打造往艺术家的方向去成长 去迈进啊 就不再是以前的爱豆了啊 而且回这套系列专呢 很明显就是一个转型的衔接预告系列专 应该这样子 那么接下来呢会迎来更加的 就是值得让人期待的新形态 新风格的女友这样子啊 所以就是可能会再创 像类似力量清纯这样的女友形象的 更更高的山峰啊 这样子啊 这样的美好的祝愿 期待我们的女友可以越来越好了 好 好